中山门啊 这里边就是小洞门广场 今天来逛一下 这就到了 这边就是 大明丁门的有星岛 但是那边也不多 这疫情闹 进来转转看看 那 昨天为啥 从这个小洞门回来了 我都没找路啊 就转了一圈没东西 没有东西 可买 懒得架起摄像机 没办法 现在就这样老货确实少 转了一圈 有老货的商家 他还是以前的老货 价格比以前还贵了 没老货的 他依旧坐着没有老货的买卖 所以没办法我就回来了 然后转着我们这儿市场 才能买到一圈 得好好说 搁好不搁 我感觉 杂香必撒的买 杂香必撒的买 这个 这个漂亮 你看这 要见地儿见地儿见地儿 这水刀 笑六爹 东西是真喜欢呢 还能填一股哥 哈哈哈哈 还能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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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呗 还能再记呗 我有成对 嗯 这个很危险 这个我当时卖 这钱拿来 你还没见过 这个 不得来 就是给我家 你才说的 我自己不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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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呀 老长家 那你做自己搞得一种人 光卖不卖的 这不是采开店吗 嗯 采开店吗 这个男母 这个家那么慢 肯定是要搞 刚平时比这家里还要搞 哎呀这确实有点穷最近 老张对 买个这美丽哈 真不用了 谢谢谢谢 谢谢哥哥 这就很逮劲了 这个非常好 反正这大哥说这是栏木的 我觉得反正是个老的 而且刻的非常的漂亮 很有力度 年色而且不浅 我觉得应该在青王枣子 而且他这个鼻桶的形 你看有点收腰 比较不好 你看他这个口 做的很规矩 栏木也行吧 也不错 这种东西啊 如果是这个竹子呢 会更值钱一些 竹雕会更值钱一些 笔筒的话 还有花梨的 紫檀的 那对吧 那就不得了了 但是说个这很不错了 啥老啥开门 刻的还很精神 很文气 很漂亮 不错 很喜欢 得嘞 下去溜一圈 看看 老包姜 老皮壳 大家可以看 你看 这是包姜皮壳 可能这东西清理过 清理过 你看这块都叫清理过 这应该就是过去的老油泥 老皮壳 清理过 然后 东西啥开门 是一个清代 个人认为是清中期的一个 楠木 楠木的 刻荷花纹的一个笔筒 你看他这个笔筒有点收腰 一般有这种小树腰的年份 都会好一点 都会好一点 然后刻工也刻的非常的有力度 大家可以仔细看 立体感非常强 很漂亮 非常的漂亮 这大哥说 从家里边才拿来的 我当时一眼就瞧上了 觉得能买 价格合适 一收就得了 看 他这个扇板应该是这种 应该是这块这种 应该是这一种包姜 他可能把这块给洗掉了 要不就清理掉了 但是也不碍事 非常雅 非常漂亮 就这么一点东西 好吧 下去溜达一圈 也算有点收获 我是艾收汤的天员 然后喜欢我的视频 你可以点赞加关注 有什么需要交流的 咱们都可以评论区交流一下 互相探讨一下 学习一下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你也可以私信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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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